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文档的方法 MongoDB它为咱们操作文档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今天咱们来讲解一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三个方法 第一Sort 第二Limit 第三Skip 什么意思 Sort 文档的排序 咱们到上期为止抽出很多文档 但是没有排过序对吧 今天咱们要对它排下去 然后Limit 我抽出文档 比如我抽出了500条 我画面上不能可能说装500条吗 那我装多少条 用Limit进行限制 比如说我画面一次只装5条 只装10条 咱们用Limit进行限制 下面Skip 什么意思 跳过 坏话说 我这次操作 我跳过多少条记录之后 再取 用这个Skip 也就是说 这三个方法进行组合之后 就能够在画面上进行排序 和分页 非常方便 今天咱们就讲这个主题 好 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也不难 咱们先进入Mongo的控制台 然后再切换到我ComaBlog这个数据库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当前数据库中的文档数 目前我们计算完应该是有7个文档 然后咱们看这行语句 什么意思 咱们抽出所有的文档 但是注意看 我这id等于0 不显示id字段 id字段是MongoDB特有的 它肯定要显示 它用来唯一标识某一个文档 每一个记录 但是咱们不显示 然后注意看 我按照lunk等于1进行排序 出来记条数据 还没有排序 我用.sort进行排序 排序这个字段是什么呢 是lunk等于1 里面是一个Jason对象 lunk等于1是什么意思 是按照lunk字段进行升序排序 好咱们再看下面这行 下面这行跟上面这行正好相反 是lunk字段降序排序 一会咱们看结果 接下来 接下来前面的语句都一样 后面叫做limit等于3 什么意思 是按照默认的顺序 进行抽出 只抽出前三条limit等于3 好再往下 这行就很有意思了 这行是说 我按照所有的数据 进行一个排序 排序的条件 是lunk等于-1 lunk降序排序 lunk降序排序完之后 大家注意看 我只取前三条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这个成绩榜 公布了一个成绩榜 对吧 我只取后三名 就是说 为什么 咱们按照这个排名 进行一个倒序排序 对不对 倒序完的结果 我只取前三条 那不就是最差这三个学生都出来了吗 这行语句就是干这个用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大家注意 后面没什么 这个要注意 fund1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咱后面 不管跟什么条件 可以随便写 但是呢 它只抽出 结果集里面的 第一条数据 fund1用于这个文档定位 非常有好处 所以推荐给您 因为咱们这个数据库的 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型的 蒙古DB数据库呢 经常是说 定位一条记录 进行显示 操作更新等等 所以fund1的这个 使用呢 其实是很频繁的 我在实际工作中呢 也经常用到fund1 相当于什么吧 相当于 大家请看 Limit1 一个意思啊 但是fund1呢 更加的简洁 所以呢 推荐您使用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我在抽出所有的记录 不带ID 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这两行啊 要对他进行分页了 怎么分页 大家请看啊 我先按照 默认顺序 抽出前三条 比如说咱现在有七条 对不对 我只取前三条 比如说这前三条呢 显示在用户的这个 top主页上 然后当用户点击下一页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我就这样命名 我跳过前三条 然后呢 从第四条显示 再显示三条 相当于是第二页 对吧 一页显示三条 现在显示第二页 就这感觉啊 好 那咱们空手无凭 空手无凭啊 咱们马上实战啊 这个是蒙古控制台 我现在把它清一下 咱们试试啊 首先说 再切换到我的 Coma Blog 数据库 没有问题 然后显示一下 当间所有的文档 大家注意看 是带ID字段的 一会咱们去掉它啊 好 然后咱们针对这七个文档 进行一个排序 按照什么排序 Lunk等一 什么意思 按照Lunk字段的 升序排序 试试一下 Go 大家看看怎么样 没有Lunk字段的 是最小嘛 所以排在最上面 然后呢 一二三四四七 没问题吧 升序排序吧 接下来 把Lunk字段变成 负一降序排序 Go 怎么样 七跑上面来了 降序排序吧 没问题 OK 好 再往下啊 降序排序之后 大家注意 我要取前三条 默认顺序的前三条 试一下啊 默认什么顺序 大家请看 第一个 怪物猎人 第二个 纸片马里奥 第三个 Ubuntu 对吧 我就取这三条啊 咱们试一下啊 接下来 减少条件跟刚才一样 仅仅是在后面 加上一个点利率的等于三 试试啊 看他们都取出来 Go 没问题吧 怪物猎人 纸片马里奥 Ubuntu 我取前五条行不行 好 把三别人五 再试一下 把三别人五 Go 来 前五条吧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 什么意思 咱们既排序 又取班级后三名 对吧 试试啊 按照这个排名倒序 然后呢 取前三个 Go 看 副班长带着后面俩兄弟出来了吧 排名第七的 然后第四的 第四的 这后三名都出来了 没有问题吧 说明呢 这两个方法呢 可以组合使用 当然了 他可以和Skip经组合 这个不着急啊 咱们一点点来啊 接下来大家注意看 这个方法 翻了万 只取第一条数据 试试啊 如果不加翻了万 咱们这一 这行语句 能取出许多数据 对不对 但是你看 我加翻了万 只取一条吧 如果把这万去掉 回车 出来 所以这个翻了万呢 用于定位某一个数据 非常重要的 关键啊 当然我这个 没有给您提供这个条件 一般是加条件之后 只取第一条 就用这个取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制行 一个分页处理啊 首先 首先我先清一下这屏幕 然后呢 打印出 现在所有的数据 不带ID字段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我要做这处理啊 首页 显示前三条 我呢 一行语句 取出前三条 然后当用户点击 下页的时候 要取出 信长野望开始的 又前三条 对吧 换句话说 前三条的第一条 怪物猎人开始 第二页呢 从信长野望开始 好 试一下啊 我现在先取第一条 那换句话说 基本排序 默认排序的前提下 取前三条 试一下 够 哎 怎么样 怪物猎人 纸牌马里奥 乌班图 这是第一页显示 当用户点击下一页的时候 咱们要skip 跳过前三条 然后呢 再取三条 试一下啊 拷贝 应该是 信长野望开始 go 没问题吧 好 那比如说 用户又点下页了 第三页 那怎么办 那就是 这地方 跳过几 已经显示满两页了 一页三条 六嘛 跳过六条数据之后 再取前三条 那没这么多了吗 就一条了吗 所以说第三页呢 仅显示一条记录 因为咱七条 我们对不对 OK 这就是大概分页 以及排序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文档的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 今天呢 先给您介绍三个吧 OK 那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用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